全台首創的360度大迴旋的 五体盘的玉小费特 今天要来挑战网友票选的 十大恐怖游乐设施 那我在影片的最后 也会依照我自己实际程度的 刺激程度来做排名 那我可以先跟大家说啦 我个人最害怕的是自由落体类型的 然后很可怕的是 网友票选的十大恐怖游乐设施里面 只要有三项是自由落体 反正我现在人刚好在高雄异大 所以呢我们就赶快去挑战 第十名的极限挑战吧 我现在人在第十名的极限挑战 据说它的设计的理念 是依照那个U型滑板的设计 就类似那种极限运动 但我现在自己看 我觉得它像是一个 比较极致版的海盗船 所以这个我看应该是还好 我应该不会害怕 我们就赶快上去挑战吧 好 准备好 建议药生 我们要出发咯 拜拜 我现在人在第九名的 逸大游乐司 世界的天旋地轉 覺得它恐怖的地方是在 因為它是個旋轉的設施嘛 我發現啊 第一批上去的人比較衰 因為第一批上去的人 被轉到18層樓高之後 下面要等人坐滿之後 它才會再轉上去 那轉上去之後 它有這種360度的這個迴旋 所以我覺得怕暈的人 應該是個很大的挑戰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上去挑戰看看吧 走吧 掰掰 這是還蠻好玩的 其實是好玩的耶 它又轉一圈了 現在人在網友票選第八名恐怖的 劍湖山的重風飛車 它這個是全台首創的 360度大迴旋的 無底盤的雲霄飛車 所以等一下我們上去 可能就是會這樣倒掉了 很喜歡坐雲霄飛車 所以我很期待耶 上去吧… 怎麼叫屁啊 Oh my God 我好緊張喔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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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 我現在在網友票選 十大恐怖遊樂設施 第七名的G5 對我來說 我覺得它還好 因為官網上面是說 它全場有384公尺 然後它是從65公尺的高度 這樣樹下去降落 然後它一降落的時候呢 會叫成五個G的G力 所以它才叫G5 因為我高中的時候做過啦 那個時候我好像沒有很怕 我不知道我現在 但它的恐懼程度大概有多少 OK 我現在真的有點傷心 因為它現在安全檢查暫停開放 我現在人在網友票選第五名的恐怖遊樂設施 九朵畫村的瑪雅探險 這個是台灣很經典的懸吊式雲梢飛車 它總高度有11層樓高 然後它是雙腳懸空的那種雲梢飛車 所以我覺得 哇 這應該很恐怖耶 超涼的耶 我現在人在網友票選第四名的恐怖遊樂設施 就是劍湖山的晴天飛車 它這兩邊是雙塔的設計 一邊是自由落體 一邊是一飛沖天 那它晴天好像只有開放一飛沖天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去體驗 那這個晴天飛車它的高度有65公尺高喔 65公尺高 我現在人在網友票選第三名的恐怖遊樂設施 六浮稱的大怒神 這大怒神 它有什麼 十七層樓高好不好 其實也是我很害怕的自由落體系列 上去體驗吧 走啊 我現在人在網友票選第二名的恐怖遊樂設施 十九族文化村的UFO 哇 這個看起來真的是滿厲害的 因為它是全台灣最高的自由落體 然後它全長有85公尺 它會以時速105公里的速度降落 所以我都覺得很可怕 因為我超怕自由落體 這其實應該是我心目中第一名 那我們就趕快上去挑戰吧 走吧 我傻眼 我剛剛發現它的維修是維修整天的 所以我們今天沒有辦法體驗UFO給大家看 I'm so sorry 為什麼一直遇到這種事 我現在人在網友票選第一名的恐怖遊樂設施 十六服車的笑傲飛鷹前面好不好 它也是雙腳懸空型的 這個其實我之前有玩過 我也是覺得滿可怕 還有一個很可怕的點是你在排隊的時候 它要等待冷卻15分鐘 然後就在想說 它的速度到底只有多快 它需要冷卻15分鐘 好耶 這是全台十大恐怖遊樂設施 我基本上都挑戰過了好不好 有兩個小遺憾啦 就是去的時候它剛好維修 我真的是 依照我個人有做過的設施 來做一個我個人的小排行 我的第一名是 義大遊樂世界的天選地磚 因為我真的覺得 在18層樓高等待遊客上下這件事情 真的是太可怕 我在上面應該待了5分鐘有喔 太恐怖 因為我本身有懼高症好不好 那第二名我是給六福村的大怒神 我個人非常怕自由落體 這也是我這次唯一一個有挑戰到的自由落體 那第三名就是小飛鷹啦 大家的第一名 那其實我是玩得很開心的 好啦這就是我的前三名啦 那剩下排行在這邊 了嗎 喔喔喔喔喔喔喔 主標